凤林车站陪伴着凤林镇一百多年了 经过几次整修后 看过凤林的繁荣以及衰退 而车站仍屹立不摇着 继续为居民和旅人服务 近日参加交通部的金路奖 环境维护类拿下全台第一 让挹注经费协助彩绘的凤林镇公所 余有容颜 报废的木椅 锐变成百花其放的彩虹 让后车时刻不再登掉 而是充满赏花的乐趣 凤林火车站荣获110年交通部金路奖 战场环境维护类第一名 有什么感觉就是说他这样子画 就很美观啊 很美观啊 然后画得很厉害 很厉害啊 对啊 跟别的车站不一样 不一样 比较有那种文明气息 凤林镇公所补助凤林火车站 约30万元的装饰 彩绘及美化工程费用 凤林火车站利用报废的客桌椅 结合在地画家 罗奇飞老师的创意彩绘客桌椅 与地下道彩绘 让充满着客家色彩的凤林火车站 更增添了许多迷人之处 我们凤林车站得到交通部全台湾所有车站的第一名 是我们地方上的荣誉 我们在那里面也发一点小工程 把车站作为我们客家的味道 因为凤林有65%的人都是客家人 所以我们把它重点设在一个客家的味道 里面有客家发布 还有客家的所有的一些文化 所以各位游客有机会来到凤林玩的时候 也可以来到车站去观赏一下客家的味道 凤林火车站的绿美化构想 是对于烟楼造型为出发点 把客家彩绘花布的元素 及复古蒸汽小火车融入其中 呼应客家小镇人文色彩的风情 以活泼生动一朵朵热情绽放的花朵 在车站的每个角落 让每位来到凤林火车站的游客 都能够感受到满满的活力 也因此获得交通部金路奖 环境维护类的全台第一名 记者凌杰凤林镇采访报导